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3年的4月3日 上期节目,咱们聊了统计局PMI数据是真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说,企业的利润的确在下滑 中国经济复苏,后继发力 最后我说,假如中国政府现在不马上出台有效的刺激政策的话 那么4月份的经济数据可能会更难看 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一聊 到底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足够写一篇很长的宏观经济学论文了 中国经济现在就像是一个高危病人 我们要想救他,就必须要知道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很聪明马上反映出来了 说中国经济的问题,那就是房地产的问题 只要我们解决了房地产问题,那其他的都好解决 这话说的不够准确 准确的说是由于以往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GDP 导致资金政策都向地产倾斜 以至于挤压了其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时机 房地产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特殊就特殊在它既有资产属性 它又有金融属性 而对中国来说,它还具有税收属性 咱们来看资金的流动 首先央行印钞,然后商业银行把钱贷给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企业用贷款去找地方政府买地 买来地以后开发预售 老百姓又找商业银行贷款,把房子买走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进行了信贷扩张 放大了货币陈述 而地方政府也用卖地这个动作增加了税收 老百姓虽然背了债 但是有了自己的房子,满足了居住需求 那么最后,问题出在哪呢? 出在政府的税收上 我们来假设一下 假如政府通过卖地得到了可观的一笔税收 而这笔钱他们用来投资实业 补贴实体经济,支持民间创业 那么几年后,实体经济起来了 政府的投资有了真正的税收的回报 还至于说要天天靠印钞,卖地,抄房价来增加GDP吗? 但是我们看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用卖地得来的钱去搞那些没有利润回报的基建 建高铁,建地铁,建各种形象工程 这些形象工程唯一的作用就是炒高地批 然后他们能把地卖得更贵 接着同样的操作再来一遍 正是因为这样的神操作才使得实体经济在中国几乎融不到资 更别提产业升级了 好,那么贞杰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其实目前主要面临一个抉择 是继续搞房地产 还是转过来去发展实体经济 不过这里还是要再做一个解释 我继续搞房地产行不行呢? 行,但是你要学瑞士 我专搞金融业 我就不要什么实体经济了 那中国做得到吗? 最基本的一条就做不到啊 法治没有啊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 我不想搞金融业 我就想保住房地产 行不行呢? 也行 但是也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家里要有矿 比如俄罗斯啊,沙特就可以 人家的实体经济就是卖矿 祖宗留下来的矿 败都败不光 中国有吗? 中国没有啊 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要说了 谁说我们中国没有矿啊 我们中国有人矿啊 14亿人矿 我随便卖卖 能撑一段时间了吧 这些朋友真的非常聪明 这个的确是现在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呀 那就是劳务输出 这事啊 心虚以后真的会发生 就是有点丢面子 大家想一想 中国现在毕竟是发达国家 对不对 咱们皇上天天在外面撒币 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吹得杠杠的 结果你现在要搞劳务输出啊 要把中国人送到欧美国家 给人家去做佣人 向菲律宾看起 这是不是有点太丢面子了呀 所以说中国的人矿不好卖 主要原因就是皇上的面子挂不住 这么看来保房地产这条路 似乎走不通啊 那我们看看现在中国政府 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现在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继续印钞吹气球 但是这绝非常久之计啊 大家都知道 钱硬多了 汇率汇报啊 一个无法实现内循环的经济体 乱印钱最后一定会被输入性通胀给吞噬掉的 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了 对不对 另外 共产党连给房地产续命这条路 他都走错了 要是换一条路走走 其实还能多乘一会儿的 那是哪条路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比如现在政府拼命搞基建 拉GDP大量的投入资金 但是这个资金基本都被国有企业或者各种工程承包商赚走了 工人们拿到的工资太低太低 换一种玩法 我照样政府出钱搞基建 但是我主要是为了给工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增加收入 比如我规定 二三线城市的项目 每个民工必须最低月工资一万 加上各种补贴 保证一个劳动力一年至少赚到十二万 一线城市的项目 每个民工最低月工资一万五 加上补贴一年收入要保证有二十万 这样一来 肯定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给政府打工 然后大家有了钱就可以刺激消费 购买房产 是不是既帮政府撑起了土地财政 又带动了内需呢 这样是不是可以给房地产多续几年命 而且这钱都是大家用劳动力换来的 并不是福利 国家也没有养懒人 这么做显然好处更多 别说美国政府搞基建就是这么玩的 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多发点钱给大家 好让大家去消费 顺便把GDP拉起来 但是中国政府他就不学这一点 他就不愿意让人民多赚一点钱 原因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也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吧 所以这么看来保住房地产这条路 确实有点难走 中国政府目前唯一的出路 似乎只能是硬着头皮就实体经济了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出口不行了 全球供应链又要重组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呀 在短期内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几乎不可能 实现产业升级的最关键因素是创新 而中国政府除了愿意投钱 就不愿意提供其他的创新条件了 比如开放的教育 宽松的舆论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所以产业升级在中国几乎连理论上的可能都没有 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 中国的任何一个产业 政府一旦扶持 投钱给政策 最后必然朝着高金融圈钱的方向发展 并且是圈完钱就死 这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 要说在这一点上 中国政府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亏 几乎属于是无数次掉粪坑里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有没有一条捷径可以走 能让我既保住房地产 又可以保住实体经济 其实也是有的 这条捷径就是 干掉美国成为世界老大 所以大家现在能理解 共产党的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路径其实是对的 只不过呢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 大概也就只能在红井里 一吟一下干掉美国的爽感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觉得 中国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了呀 其实不是的呀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是有一条活路的呀 而且代价非常小 那就是老五输出 代价只是要我们皇上丢一点点面子 大家想 现在欧美大量的缺低端劳动力啊 假如中国的劳动力 可以大量进入欧美市场啊 填补这个空缺 那是不是既可以帮中国解决失业率问题 又完美的帮共产党赚到了外汇呢 大家想当年日本就这么干过呀 国家缺外汇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输出一堆南洋解 另外大家也不要担心说 哎呀中国劳动力大量输出的话 那对内需市场会形成打击呀 千万不要起人忧天 大家要记住 中国还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一千啊 这些人对中国的内需市场 有什么贡献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 对不对 中国的内需消费 主要都是最上面 那不到一亿人贡献的 低端劳动力 可能连拼多多都不见得消费得起 大家都知道 中国个税的起征点是五千元 而全国能交得起个税的人数 不足百分之十啊 这可是统计局自己公布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 也就是说 你在中国如果有资格交个税 你的收入就已经赢过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了 而五千元的收入究竟能有多少消费力 大家心里都清楚 更别提那百分之九十连五千都挣不到的人了 他们的消费能力几乎可以忽略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老五输出带来的内需萎缩的问题 当然今天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大家全当娱乐节目来听就可以啦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by bwd6 by bwd6